142 長江日報 解決了問題才算理積進責 2015年7月12日頭版01本部評論員李幸本年度電視民政期中考 作為一當電視節目作晚結束了 但作為一個解決問題的機制,卻千萬不能有完成感 民政後應該比民政前更緊張 幾年民政,比起開始時的臉紅武漢 官員換在鏡頭前慫容多了 除了偶爾被主持人打斷財略顯尷尬 很少能被什麽問題真正難處 識原因,談對策,講難處,表決心,大到應對自如 民政的目的,自然不是讓官員狼狽出醜 但也絕不是為了訓練面對質詢的技巧 表情上大可以輕鬆一些 內心對責任的敬畏和緊張卻不能一兵放下 從民政撥光的問題看,愈是時間推移 愈應感到緊張和惶恐 這些問題,大多數並不能說十分棘手 也沒有超越正常的職責和能力範圍 卻還是要拿到電視民政這樣傳史的大平台上來 有的問題,不是新的類型,沒有新的有因 多年來卻反復出現,今年解決了張三的 明顯又換成你四 有的問題,之前被問過 當時雷禮風行解決了 回頭一看,依然存在,甚至還在長大 這種狀況,難度不能讓我們從心裡冒汗嗎? 真正考驗政府的,不是問題的難度 也不是手段的缺乏,而是理職盡責的決心和力度 真正讓問題變難的 把小麻煩累積成大問題的 還是工作作風,還是服務群單營 對大多數群連隔央 所與問題並不難對應到責任部門 真正解決起來也沒那麼難 關鍵還在是否深有敬威 是否理職盡責 理職盡責,特別要警惕望而無功 自容問責幾年來 政府辦事人員一杯茶,一斤煙 一張報紙過一天的情況確實改變了 很多人甚至是五加二、八加黑 但如果是將一部老電影生之肉反映的那樣 混蛋的文字 只是在部門文件中傳來第去 這樣的忙碌沒有意義 也不能算理職盡責 三嚴三實,嚴是要求 實財事檢嚴 要求嚴,管得嚴,監督嚴 目的是為了實,最終要落實 所以說每一場文政都是緊張的開始 或是,患有那麼多問題等著去解決、去落實 對,請問問責任 謝謝大家 我們請問責任 對,請問責任 我們請問責任